Hello大家好,我是罗十五 从今天开始,准备给大家带来一系列的东京餐种人物制 今天准备给大家带来的是 静默最要好的小伙伴 全聚的小天使,永津英良 永津英良是一个拥有一头橘黄色头发的帅气大学生 尤其是在动画中,他的造型比起漫画来说还要更帅一些 从表面上来看,他是一个大大咧咧,活泼开朗 好像永远都不会有消极情绪的阳光大男孩 但实际上,他是一个相当敏锐,心细 拥有比常人更成熟心智的人 并且喜欢模仿侦探的他,还拥有着超越常人的推理能力 他和普通人一样,都会有消极的情绪 只不过这些消极,都让他内心那没有人看到的另一面给吸收了 他在整部餐种的故事中,是一个最特殊的存在 是除了金木之外,为餐种与人类能够和谐共处 做出最大贡献的那一个 永津和金木一样,都是在很小的时候,便成为了孤儿 他的父亲,原本是一名餐种搜查官 在这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应勇牺牲 这个是在漫画的最后,才给出了说明 在动画中,并没有任何的表现 因为父亲的牺牲,永津也被养父收养 因此才有了他和金木的相遇 永津和金木第一次相遇,是在小学的时候 性格开朗的永津,看着内敛的金木 总是一个人安静地坐在角落里看书 他主动向前跟金木搭话 想要让金木在班级中,不那么孤独 两个人也因为永津的这一次搭话,成为了最要好的朋友 凑巧的是,两个人在之后的升学中 也一直都是在同一个班级 甚至到最后,还考上了同一所大学 虽然是不同戏,但依旧是形影不离的状态 也正是这么长时间的陪伴 让永津和金木成为了彼此之间最不可或缺的存在 永津成为了最了解金木内心的那个人 用他的开朗,温暖了金木的生活 使他在失去双亲的生活中,有了一丝丝的寄托 只是后来那一场故意而为之的意外 彻底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 永津第一次登场,是他和金木两个人在安定区喝咖啡 两个人看着电视上播报的 最近餐种出现平凡的报道 飙露出了不一样的情感 在漫画中,他和金木两个人就这一则新闻 画出了各自心目中的餐种形象 金木画出了一个怪物的形象 体现了他内心在这时对餐种的那种恐惧与厌恶 永津则是画出了一个金木的形象 虽然是在调侃金木 但我个人觉得,这也恰好说明了永津内心对餐种的了解 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为后面金木变成人类与餐种的结合体 埋下了伏笔 而当他知道金木最近在安定区喜欢上了一个女孩之后 他也是略带调侃的将目光锁定在了董香身上 将男女主这一对CP第一次锁定在了一起 这里也是不得不佩服涌进的眼光 而当他知道金木喜欢上了女孩,是那打扮成熟 伪装成拥有一股知性美的力士之后 他更是坚定地建议金木放弃 因为他和力士,明显就不是处在同一世界的两个人 只是即便如此不看好金木的这一段感情 永津在离开的时候,还是给了金木最大的鼓励 但也正是金木对力士的这一份喜欢 让他们两个人的命运开始发生了转变 力士与金木的约会,只是为了将金木吞食 而金木在即将被力士杀害的时候 被就多故意将楼顶的钢筋推落 和力士一起被砸成了重伤 事后又被加纳故意移植了力士的器官 至此变成了一个半餐种 金木为了不让自己被当成餐种消灭 向周围所有人隐瞒了自己的情况 尤其是永静 因为他害怕永静从此将他当成了怪物看待 他不想就此失去自己最重要的那个人 只是永静并没有放弃金木 反而是在金木出院消失的这一段时间里 不停地发短信关心他 为他送上他最喜欢的汉堡肉 用自己的行动让金木重新回到了校园当中 而金木的这一次回归 又加速了两个人命运的转变 在受到西伟攻击的时候 其实并未完全失去意识的永静 微弱地听到了一些西伟与金木的对话 而西伟也说出了 永静其实是一个内心十分敏锐的人 平时所表现出来的笨拙 只是在隐藏自己罢了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大致了解到 为什么永静只是喜欢模仿侦探 就可以一个人在后面调查出那么多的真相 因为他本身就是天赋以平的存在 在金木被攻击之后 他更是下意识地抓住了西伟的脚 想要保护金木 在被送到安定区接受治疗的时候 他又是从金木与电斩的谈话中 清楚地知道了金木想要隐瞒的一切 只不过他在后面与金木以及董香的相处中 并没有暴露自己知道真相这件事情 在保全自己和金木安全的同时 一个人默默地想办法 帮助金木扛下了一切 因为他十分清楚 金木永远都只会一个人默默地承受痛苦 只有这样 他才能尽最大的努力帮助金木 在厨师的母亲被正乎杀害 董香戴上兔子面具开始袭击百个的时候 在CCG发布通缉令 表明杀害正乎无序的兔子 是为了给母亲报仇而袭击修查官的餐种 将兔子与厨师定义为同一个人之后 佣金更是凭借着自己超强的推理能力 表示兔子和厨师如果是同一个人 那么在遇到白哥的时候 完全可以和母亲并肩作战 而不是选择逃跑 反倒是将兔子当前厨师复仇的代行人这一点 更能说得通 从而推断出了兔子和厨师并非同一个人 把在场的金木都给吓了一跳 在金木被壁虎抓到青铜树 失去下落的时候 佣金也是一个人默默地在寻找金木的下落 更是在遇到壁虎等人的时候 凭借自己敏锐的洞察力 察觉到了壁虎的不同寻常 冒着生命危险 偷偷地将跟踪器放到了壁虎的衣服里面 从而获知了青铜树据点的具体位置 并将这个位置通过匿名的方式送到了CCG手中 这才有了后面的青铜树歼灭战 只是金木在打赢壁虎离开之后 没有选择回到佣金的身边 而是独自展开的行动 为了寻找金木的下落 永静选择了成为CCG的局员助理 通过与龙泽以及亚门等人搞好关系 从中获知金木的最新消息 当然这其中还是从龙泽那里获得的最多 正是因为龙泽的透露 他才会在匿名举报青铜树据点的时候 准确地说出青铜树这一个CCG从来没有对外公布的名称 他也因为查出青铜树据点这件事 获得了完手的赏识 从20区的局员助理 变成了20区的搜查官助理 可以进一步协助亚门等人工作 同时也能够进一步寻找金木的下落 在后面CCG发动对萧以及安定区的歼灭战中 作为CCG变外人员的永静 为了金木 依然决战地和全体搜查官一样 写下遗书奔赴战场 在金木与亚门的战斗结束之后 永静在V14的地下通道中 找到了托着重伤 忍着饥饿感 却依旧想去解救店长的金木 伸着手在通道前面是有马跪将的永静 看着极其痛苦的金木 他内心清楚 只有让金木战胜尤马 或者让尤马觉得金木有利用的价值 才能让金木获得活下去的机会 所以他选择了让金木吞食自己 不过从后来金木的回忆可以知道 永静在这里让金木吞食自己 并不是选择牺牲 而是为了要和金木一起活下去 他让金木用自己的肉 进行稍微的补充 纵使他有死亡的可能性 而痛苦到近乎没有意识的金木 在咬了永静一口之后 也是感受到了永静的存在 下意识地停止了自己的行为 这才有了永静在后面所变成的样子 而永静回容的模样 与金木戴面具的模样极其相似 这或许也是石田老师 为了让他的内心 离金木更近一点的一种表现 毕竟只有永静 才是最了解金木痛苦的人 这一部分的故事 在动画中其实改成了 永静在安定区与金木见面 而在见面之前 他就与金在途中 被多多两和野驴重创 最终在见到金木之后倒下 金木抱着他走出了安定区 在途中遇上了油麻 这样的改动在地牙记的结尾 虽然引起了观众的一波共鸣 将观众的情绪拉到了至高点 但却割裂了与后面剧情的连接 导致很多人都以为 永静死在了安定区间灭战当中 使得动画后面的剧情不够连贯 在我看来 这也算是有点故事失彼 动画这样的改动 导致了永静在动画中的作用 被弱化了不少 属实有点可惜 之后因为毁容加上无法发生的永静 在金木失去记忆变成做做木之后 伪装成了稻草人的形象 继续寻找帮助金木的方法 他先是找准时机 用阿西意志计救下了被迦纳改造成餐种的亚门 然后又孤身蚁人出现在了拍卖会 在金木被变成猫头鹰的龙则虐待时 跑到了广播室 放出广播 让所有人听到了此时作为佐佐木搜查官的金木的惨叫声 引导厨师救下了佐佐木 在玩手发现了和修家族的秘密之后 永静又是第一时间找到了玩手 和玩手一起 带着人攻进了旧多的办公室 协助玩手从旧多手中夺回了CCG 在金木变成猫之后 他又是替玩手找来了柜位 帮助CCG分析猫的情况 在得到地之博士的帮助 能够利用发生器发生之后 他又找到了亚门和真户 希望他们能够帮助解救金木 在亚门问他 为什么要替金木做这么多的时候 他只是说了一句 因为自己喜欢那个家伙 当然 在我看来 这个喜欢指的是友情的那种喜欢 毕竟他的金木从小 并是相互扶持长大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是相辅相成的存在 他们从小都是孤儿 拥有同样的经历 让两个人的情感有了一定的共鸣 只不过性格的迥异 让他们互相填满了彼此的内心 安静温柔的金木 让永静内心的填造安静了下来 而阳光开蓝的永静 则是照亮了金木内心的黑暗 也正视着相互的扶持 让他们成为了最了解彼此的存在 然后他又找到了董香 带着所有的餐种 来到了CCG的门口 通过自己的努力 促进了人类和餐种的第一次合作 在和董香在天台聊天时 他也是鼓励董香 这一次一定要加油给金木一点帮助 在金木成功获救之后 永静和金木也是久违的在CCG的天台重剧 也是在这里 他第一次露出了自己被金木咬伤后毁容的模样 金木也是在这里 说出了永静从事替他掩盖住他不想看到的东西 借着简单的对话 说出了永静为他所做的一切 在金木成功击败就多 一切都回归平常之后 永静在再生技术的帮助下 脸部得到了很好的治疗 同时也凭借着自己的经验 在人类与餐种的共同和平战线上 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偶尔也会到金木的家中和金木聊天 因为他们两个 至死都是一生的死党 永静一良这个角色在整部作品中 可能没有过多的戏份 但却至始至终都是一个最独特的存在 他不像餐种一样 拥有天生强大的实力 也不像CCG的搜查官一样 是人类当中最优秀的存在 但他就是这样 凭借着自身对于金木的内股执着 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 成为了除金木之外最中心的存在 他那阳光开朗的性格 也让他在以沉重为基调的整部作品中 成为了一个特殊的存在 他不像其他角色那样 一直忘不了自己悲伤的过往 他从一登场开始 就一直在为了自己的快乐人生而努力着 他用自己阳光开朗的性格温暖金木的同时 其实也温暖地出现在金木和他身边的所有人 他让所有人都感觉只要待在他身边 就会有无限的动力前进 但也正是他的这一份阳光开朗 让很多人忽略了他在整部作品中所付出的努力 我们很难想象 他在被金木咬伤之后 到底是凭借着怎样的毅力 才能够忍着痛苦离开 不让金木看到自己受伤的样子 我们总是觉得他站在了上帝的视角帮助樱幕 但却忽略了他其实是忍着巨大的伤痛 传说在众多的餐种当中 隐藏自己的身份 替金木寻找真正能够帮助到他的人 并且他在进行这一切的同时 还要因为自己调查出了事情的真相 在躲避着和修家族的搜捕 永静为金木付出了自己的所有 在解救金木的同时 还顺便救下了整个世界 就人类与餐种的共同生存而言 我个人觉得永静起到的作用并不比金木少 只是因为金木是主角 所以我们都将目光锁定在了金木身上 永静之所以能够为金木付出一切 那是因为他活得比较通透 他在故事结尾为共同战线服务的时候 提醒金木可以适当的拒绝玩手的要求 不用让自己活得那么累 他与玩手的关系也并非是简单的上下级关系 他更像是玩手的参谋一样 即便他最初做这些事情都是为了金木 但他也在事情结束之后 继续默默地扛下了这一切 他懂得接受 也懂得拒绝 更懂得规划自己的一切 这些都是他活得比较明白与通透的表现 而他之所以在金木的问题上选择奋不顾身 那只是因为金木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那个人罢了 在视频的最后 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位东京参宠的小天使 永津英良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觉得我有什么缺漏 或者说的不好的地方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 如果觉得我视频内容还行的 请记得为我点赞订阅 我是十五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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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